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好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 还没有喂鸽子呢 饿它们一下 马上给它们喂干净拌凉 再拌酵母粉 由于早两天 给它们做了呼吸道和毛地虫 怕药物残留 护下肝 现在我们给它拌凉 害怕它们不吃 我给它们吃幼鹅凉鲜 啤酒酵母 酵母粉 干净 先放啤酒酵母吧 不行 啤酒酵母的话 容易在里面打团 这些就差不多了 正常是拌水的 现在天气热 水很容易 就是扔掉 哇 香得不得了 某一闻就像那个 啥来的 是什么 电解质 电解质的那种香味一样的 也不知道挂不挂得上粉 正常拌啤酒酵母的话 都是用那个水 也有用蛋清的 啤酒酵母 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蠕动肠道 就给我们吃那个 煎味消食片差不多 类似 要是那个 干精拌上去的话 太湿 怕鸽子不吃 知道吗 放点啤酒酵母 把它挂干 基本上都 拌的都有那个 干精了 和啤酒酵母粉 还可以 挂上来了 这边还大团 好 好了 给它们吃 等着练是吧 用一个石头 给它们抢着吃 抢着吃有那个积极性 只要给它弄点水啊 饲料上面 它们就不好好吃 那种感觉啊 只要有潮气的 吃饭不积极 脑子有问题 快吃吧 今天晚上再喂一次 明天就不喂了 就给它 就等于喝了一天干精嘛 天气不热的话 我都是给它弄水里面 让它们喝一天 天气热的话 我都害怕那个干精在里面 会变质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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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